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您好 今天介绍芒果酥皮拿破仑 比传统酥皮会快一点 时间短一点 吃起来会脆一点 成功率会高一点 介绍材料 有牛油 面粉 这个用来做油皮的 水皮 油 水 面粉 餡料有吉时粉 奶 和芒果 我先做油皮 牛油 加入面粉 拌匀 拌匀到看不到面粉就可以了 不要拌太长时间 如果用机器就要用慢机 如果拌太久 它会有根性 不脆的 酥皮就拌到看不到面粉就可以了 用一张纸 将它放在中间 就尽量将它摺到长方形 按薄一点 待会会更好 可以将它放入冰箱冰一会儿 趁热油皮的时候 搓到水皮 将水和油加到面粉 拌匀 轻轻拌匀就可以了 不需要太快 如果太快 搓到起了根性 做的时候就会比较难做些 酥皮没有那么脆 而且会比较硬 很难推得长 弄到不黏锅和软硬度可以按开就可以了 在冰箱里拿油皮出来 冰到它可以按摩 咬下去不会断开 不会裂开就可以了 如果冰的时间长 咬下去 要把它裂开就不行了 拿一片布 放开它 灑一点点面粉 如果冷藏太長時間會裂開 就包不到水皮 盡量做到長方形少少 把水皮放在中間 大概是佔油皮的二分一 把它佔起來 把油皮盡量包住水皮 這邊又沾起來 把油皮切出來 補回 把它打直 放少許麵粉 讓它沒有那麼黏 把它打開 把布蓋著 讓它沒有那麼黏著鬚棍 讓油皮完全包住水皮 滾長少少 要夠折三分 把油皮切成長方形 把油皮切成長方形 把油皮切成角位 從中間推出來 傳統的 要把油皮切成冰箱 把油皮切成冰箱 把油皮切成冰箱 分成三分 這樣折 又是把油皮切成角位 折出來 整齊一點 這邊這樣折過來 拔好 再重複 打坏 放少許粉 讓它沒有那麼黏 蓋一塊布 然後再打開 打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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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滾長 這次要滾長少少 因為要折四 打直 讓它滾平一點 不要說 一高一低 再折四 這次折四 大概是折五分三左右 三層 六層 這邊再折過來 這裡六層 再對折 十二層 再把它放在中間 又重複打開 打薄 打薄了 再滾大 再滾長 底部放少許粉 如果沒有粉 就滾不長 黏著 黏著 放少許粉 再折四 再一次 這次第三次 第三次 把角位折回來 順利切成整齊 12加12是24 再對折 48層 完成了 鬚皮 完成了 做造型 打開 完成了鬚皮 將它滾大塊 用來做拿破崙餅 把它翻轉 因為底部沒有粉 黏著 就不開 少許粉 在表面 拌至平均 大約2mm厚度 就可以了 用一叉 打一些洞 讓一層層的空氣 打穿 讓焗的時候 不會有空氣在中間 不會拱起氣泡 如果有氣泡 要切的時候 餅會碎 放在焗盤上 大約15分鐘 才放入焗爐去焗 180度火 底面火 大約25分鐘 焗了皮 攤半個小時 攤冷 我們先做餡 把牛奶倒進去 加上即溶吉時粉 用花 攪開 把吉時粉攪勻 就可以了 放15分鐘 讓吉時粉鎖一鎖水 才可以溶 我們先切皮 切成形狀 現在要做正方形 把它切開 切開 一定要拉 拉一把刀 切成正方形 拿出來了 就要放一把刀 放一把刀 拿到刀 就完成了 再量度多一點 再量度多一點 再次拿来 吃完完 切開一片片的排下去 切開一片片的排下去 切一點吉士下去黏住它 輕輕按緊它 放一點芝士黏著面 完成了芒果拿破崙 放一點裝飾 放一點不溶糖霜 放一點不溶糖霜 完成了酥皮芒果拿破崙